大家好,欢迎来到卓游讲玩卓游的时间 你好,我是大家节目主持人,阿甘 我是节目主持人,Ever 我是多麽星的K.Chart 今天我们就会讲Western Legends 就是星星厂的第一个游戏 这游戏是什么呢? 它是叫做一个Sandboard游戏 就是说是全开放的 你每个人扮演着西部里面的一个牛仔 你可以做警察 就是做好人 可以做坏人 你也可以赌钱 赌钱 可以打劫 或者唱钱 或者叫鸡 看货 开心地看货 他有女人 然后也可以混牛 混牛 基本上这游戏就很自由 让你去做不同的东西 但是无论你做什么都好 你到最后要求 就是要求这些叫LP 就是Legend Porn 那游戏基本上就是用一个 像啤牌那样 52个卡 每一张啤牌上高都有些special action 那你就可以play card 跟着做action 那你可以做好人也可以 做坏人也可以 又会经历一些event 你要做到些event 就可以去叮到这些分 那就是一个自由的游戏 那目标就是 跑到一定的分数 就会end game 那我们就试了 那天 试完之后 大家都有点感想 而感想也有点落差 那不如先讲讲阿金 好 其实试了 他第一张旗号是sandbox 游戏 可以任行任做都可以 可以做好人和坏人 但是我想说 坏人的reward 是很丰富的 就是round round叮分的 但是呢 太多人搞他了 就是又可以用了event 去移动警长捉他 又或者是 我是好人的 叫我 我捉你去坐牢 因为如果好人捉坏人呢 他会加这些point 可以拿分 以及有些奖金之类的东西 还有呢 坏人一输了 即一被人捉到 就会清掉他的洗底 就是上去和他洗底 就是变了 没分 房包好像有很多东西做 又有西部 混牛 但是其实 很多东西都自己控制不了 因为首先 他的卡 令到你做事有优势 就是一定靠这张 叫做pepper 52张 那pepper 做什么 可以决斗 但是决斗的全部都 计划大 你抽不到 因为其实turn turn 抽很少卡 念抽抽不到 就是抽不到 那就说 那pepper牌有什么用 就是进去赌钱 赌钱呢 就要揭三张出来 接着用两张兑 还是三张兑 三张揭出来 接着你自己手牌 就加两张兑 对了 就像那些 类似德州破克那样 就是大pattern 但是 我又是不中的那些 又是不能中的 就不知道想怎样 就是 变相就好像 卡甩就真的比较大 你可能说 哎呀 细码那些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你如果去到中庭那些码又怎样呢 是 那就完全卡死了 嗯 但是去到后期 就是玩乐呢 你可能每个人的角色有的 但是 去到后期 首先要去到第五分才开始穿 是 穿完之后又不是很弱到 擦天拱地 或者什么 是 就变相 半天吊 去到后期 大家就好像 哎呀,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 躲起来 是,是,是,或者 是,躲起来,躲起来 是,躲起来,躲起来 是,躲起来 然后拿钱呢 就为了去做什么呢 竟然是去 是去看show 是,看show 是,看show 原来西部的人成名 原来看show多就可以成名了 是 就变成了有些奇奇怪怪的 OK,是,好啦 那你觉得卡掉啦 还有就是,就是,很多东西都是DEPEND上那张卡去做啦 那我们看这些卡啦 那,的而且好像阿金所说的 他每张卡呢 他除了一个Number 给我们做Poker Hand之外 和决斗师斗大Number之外 就是他每张卡有自己不同的技能 那这个就是阿金的看法 那阿Era呢 呃,我的看法就是 这个游戏其实都蛮没限的 是 是,就是他 他经常说到有一个Sandbox 是,很free 你做什么都可以 是 其实不是咯 是 其实做的是很局限的 是 和会跟他的角色有些限制 是 所以你不会什么都做 是 你可能还是做那两个动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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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是那种很free的感觉 是 反而重複性比较高 还有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这参的Event 是 要超级厚 是 是 是 又很难做 是 是 不用期望太大 是 是 好,那我的看法 就和他们两个有些不同 因为呢,可能我自己对这个游戏 我一直 就是 就是他由他出啦 到他去玩呢 我自己都当就是 好像那些美式游戏 那样 就是抽 Random Event Random Card Action 跟着就去做的东西 不过呢 我都赞同他有几样东西 就是 你的角色 走某些Path 会比较强呢 会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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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比如刚才阿甘说 那些卡的问题呢 我就会这样看的 因为呢 其实作者也有说过 就是 不同Number的卡 其实有他自己 本身的 效果 就是 例如 大Number 数字厉害的 那很多时候呢 他呢 就会有一些很强的Action 但是你就要想 究竟你留下那些卡 用来决斗用 还是留下那些卡 用来做一些Bush的Action 例如可以叮多些分啊 等等的东西 那你说 那细Number的那些 不是没有用 不是的 因为细Number的那些呢 其实呢 就会是一些 辅助性的Action 就是说 会鼓励你呢 是 早点用了它 令到你 譬如移动快些 又或者譬如 你做某些东西 可以做到Double Action 那至于中间的牌 是什么呢 中间牌 反而呢 可能是一些Reaction的牌 又或者是做某些任务 会 加强你的牌 那其实它有一个 这样的分类 那当然 都仍然解决不了捉坏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的 但是 看你怎么去看这个游戏 那因为 我自己会觉得一样东西 就是 很多时候这个游戏 那些人批评的位置 就是说 譬如 那我们那次玩 很多人就做责的 那就变成了 很多人就不停 每个回合叮分 相反做好人呢 因为好人叮分是慢一点的 是的 那就令到那些游戏 就会吹向了 大家都 逗他做责 然后逗抢东西 一个好人是捉不到 是的 是的 一个好人捉不到那么多 但是反而 另一个朋友玩这个游戏 就是 整台 因为一开车 有个人做了坏人 然后被五个人围捉他 那一围捉了 那些人就发觉 我做坏人 不能玩下去 然后就全台做好人 哇 那就是一件事了 这些游戏就很慢 挖金啊 混牛啊 然后就去买 对了 然后就像Europe Game 做action 就是worker placement 那样 整件事就变了不好玩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如果这个游戏 你要玩到味道 就一定是要 有人做好人 有人做坏人 而且你要 见风洗 就是那些什么 骑场 骑场 就是譬如 你见到 每个人都做好人 那你就要去做坏人 因为做坏人 可以赚到的钱很多 就是你一个回合里面 可以赚到很多分 然后被人捉了 那都已经赚了 我觉得要是这样 但是 你们刚才说的问题 我也承认 这个游戏是有 那就是有问题 对 我想展示一下 这张PA 其实这张PA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 其实这个游戏的内容 主要就是在下面 下面 和上面 所以 你见过 Sandbox很自由 但其实 原来做的只有一张纸 一张纸 是 你还不会做完 你可能只是做 其中的三分之一 是 那你的游戏有多少东西 是 所以内容不够丰富 是 对 你也有这个 好了 那说完这个 接着就轮到你们 你们会怎样 不推介 不推介 推介的 给一些想做一下牛仔 family 就没有什么 不是重拆的 就是 碰都不要碰 对 不可以重拆 OK 又玩开美国 又玩开太多 什么有背叛者 那些游戏 就试一下转口味 这只可以试一下 是 那Ever呢 推介 给一些时间太多 哈哈哈 时间太多 可以消耗 消耗时间 OK 那我呢 我自己就会觉得 这个游戏 就会是 首先 如果你是欧洲的 就不要想了 真的不要想 不要想了 因为真的有阻力 但是你反过来说 就是 我会觉得 这个游戏 你说是不是完全没有 好玩的地方 可笑之处 我觉得未必的 因为 市面上高 西部主题的游戏 有没有 有 但是西部游戏 主题的游戏 有没有一种 叫你扮西部游戏 去做这些东西 就不觉得 我觉得 西部游戏主题 喜欢 角色扮演 的 美式游戏的人 你可以考虑一下 这些游戏 今天介绍的就是 Western Legends 好 给人家个封面看看 这些封面 Western Legends 那就好了 下周再见 拜拜